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统计学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统计学第十二讲 我们要谈的主题是统计推论估计二的部分 延续上一个主题 我们介绍了许多估计的原理 跟他的观念 尤其特别强调的是点估计 那么在这个讲次 我们开始要介绍另外一种估计 叫做区间估计 同时也要对母体的各个参数 来进行介绍估计的一些方法 首先我们先要从母体的平均数 μ的估计来谈起 那我们之前有谈到一些点估计 像样本平均数或样本编译数 或者是样本比率 其实这些从样本所抽出来的 这些估计值可以想象得到 其实很难他刚好会等于母体真正的参数值 那如果不等于 那如何去衡量这样一个估计是好还是不好 因此另外一种估计方法叫区间估计就显得格外有用 那我们先从一个例子来谈什么叫做区间估计 这个例子是谈到有关我们可以从一个常态母体 平均数是μ未知但变异数之道是1.44 这样一个常态母体我们去抽了一组样本数n等于9的一个随机样本 那我们学过抽样分配之道 这个这九个观察这九个抽样的结果 这个样本平均数 它的抽样分配也一样是一个常态分配 平均数还是原来的母体平均数μ 而变异数变成样本大小分支母体变异数 也就是9分之1.44 因此最后分配的结果会得到是μ 然后变异数是0.16 那由于我们知道这是标准常态分配 z介于正负1.96之间的几率是0.95 而这个z你可以把它写成样本平均数 这个常态分配的把它标准化 于是我们有下面这样一个数学式子 叫s bar-μ除以0.4 会介于这两个子 经过一些仪项之后 可以得到s bar-μ 可以得到小于1.96乘以0.4 大于-1.96乘以0.4 再经过一些代数的运算跟仪项 我们可以得到μ的值是介于x bar-0.784 以及小于x bar加0.784 而这样的一个几率函数 它的几率的只等于0.95 意思就是说x bar加减这个0.784 是一个范围 是一个随机区间 而我未知的这个μ落在这个区间里面的几率 会是0.95 而刚刚我们所得到的那个区间 就算是一个μ的一个区间估计式 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结果 如果我们真正所得到的这9个样本的观察值 分别是3.7 2.9 依次类推一直到2.4 那利用这些这9个观察值 这些样本资料 我们可以先去算 母体的样本平均数就是x bar 也就是把这些值全部加起来除以9 可以得到3.5 这个3.5就算是一个点估计 但我们现在要求的是区间估计 那利用我们刚刚所得到的那个信赖区间的 那个随机的一个区间估计公式 我们把它带进去 也就是说x bar减0.784 我们可以得到就是3.5去减掉0.784 可以得到2.716 而x bar加0.784 所得到的观察值是4.284 所以这个μ的区间估计的观察值 我们就可以得到 它是介于2.716到4.284之间 而这就是一个 我们可以称作这是一个μ的95百分比的信赖区间 信赖区间有时候我们会把它简称叫做ci 那有了这样一个信赖区间 我们可以这么说 有几个要点 就是第一个 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信赖区间 这个μ介于这两个值之间的几率是0.95 这个0.95我们可以称为是一个信赖水准 而1.96跟-1.96这算是标准常态 normal01的对应在信赖水准0.95的两个零界值 我们常常会用这样一个符号 就是-z的下标写0.025 与一个叫做正z的一个下标写0.025 来分别代表是-1.96与正1.96 我们可以从这个图来看得出来 这两个z的这个零界值分别 它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标准常态 几率密度函数的左右两边的尾端 所以z的0.025跟-z的0.025 这些阴影部分的面积占了0.025 所以加起来是0.05 而中间那一块就是信赖区间的信赖水准 就是0.95 第二点要注意的是 刚刚我们求出来的这个信赖区间里面 2.716算是信赖区间的一个下限 而4.284是信赖区间的上限 也就是说μ介于这两个之间 最小我们认为最小应该是到2.716 而最高应该到4.284 而我认为我有0.95这样的一个信心水准 认为应该是这样是一个准确的一个估计 第三个要注意的是 μ因为是一个未知的常数 所以当我们利用样本资料 去算出信赖区间 是2.716到4.284之后 其实实际上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μ真的有在这个范围以内 也就是2.716到4.284里面 第二种情况就是μ 它并不在这里面 也就是并不在2.716到4.284之间 所以只会有这两种情况发生 但是我们不可以去讲说 μ在2.716到4.284之间的几率是0.95 这样的讲法观念是不正确 那第下一点就是说明一个正确的解释 这个正确的解释是指 所谓信赖区间指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抽样重复去做这个抽样动作抽了无穷多次 然后重复做这样一个抽样估计的过程 也就是说如果我每次都去抽样本大小为9的样本 再去算这个样本平均值这个s bar 然后你再去加减0.784 就是我们刚刚得到那个公式 然后你会算出相当多的这些信赖区间 在这么多的信赖区间里面会有95百分比会包含到μ 另外有5个百分比没有包含到μ 所以其实我们真正算出来的某一个信赖区间 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准确 我们只能用信赖水准这个0.95来表现出说 我们算了这个东西我们对它的信心的程度 而事实上到底μ有没有在这个范围内 其实是未知的 一定要等到谜底揭晓 就是μ的真正值公布之后 我们才知道它准确或不准确 好 综合前面的说明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总整理 就是对于如果我们要从一个常态母体来做抽样 抽了一组样本 样本大小为N 也就是说一组样本叫S1 S2到SN 我们想要利用这组样本去估计母体平均数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 它的μ的100乘上瓜虎1-α 百分比的信赖区间 就是你的样本平均数X bar去减掉Z二分之α乘上Sigma除根号N 一直到X bar加上Z二分之α乘Sigma除根号N 或者也可以用另外一种写法 就直接写样本平均数X bar去加减Z二分之α乘Sigma除根号N 就算母体不是常态也没有关系 只要你的样本数够大 所谓样本数够大 一般在实际运作上就是指样本数N大于等于30 如果能够满足这样 那由中央极限定理告诉我们 这个公式都还是可以适用 那除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外 另外要注意的是 如果我们要从常态的模体去做这样抽样的动作 常常也被要求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要抽多大的样本 才能够让我的信赖区间的宽度为W 会这样的一个要求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既然做 对一个未知的参数估计了一个范围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范围能够越准确越精确越好 那如果信赖区间的宽度过宽 当然就不够精确 因此如果我们打算抽的样本大小为N 那样本平均数一样是μ 然后那个变异数是2分之sigma平方 这样一个常态的抽样分配 那我一样可以得到这个数学式值 s bar加减z2分之α 乘sigma除更好N 的几率会等于1点1-α 好 那这个式子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 其实它的区间的宽度呢 其实就是两倍的z2分之α乘sigma除更好N 那这个宽度假设就是我们所要求的W的话 你经过代数的一些运算 我们就可以推得N其实是等于刮虎 刮虎的平方 在刮虎里面是2乘上z2分之α乘上sigma除那个宽度W 好 那如果这样的一个母体的变异数是未知的话 我们一样我们可以去带入样本的那个变异数 去把它带进去 一样可以得到它相关的一个估计 好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回到下一个主题 刚刚提到如果我们母体的变异数或标准差位置 我们可以带入样本变异数或标准差 一样可以推求得到你要满足某一个信赖区间宽度的那个样本大小该如何 那接下去我们来看一看下面的这样一个例子 来说明什么样的情况会要求我们去算要抽样的样本大小 这个例子是谈到某生态学家想要了解某一种特殊鱼类的平均重量 假设他已经先知道了这个鱼的重量的标准差 也就是这种鱼类的重量标准差 大致是sigma等于2.5公克 但是他现在想要估计 能够估计这个鱼的真正平均重量大概是多少 而且他希望得到的这个估计 跟真正的这个平均重量μ的差距 能够差距在0.05公克以内 并且这样的一个估计 同时又具有80百分比的信心水准 请问他到底应该要抽多少之鱼 也就是要抽多大的样本来去做估计 才能够得到才能够满足他这些要求呢 好那一样既然是抽样 他的样本平均数依然还是常态分配 平均数依然跟母体的平均数是μ 而变异数则变成2分之sigma平方 好利用几率的原理以及题目的要求 他希望我们用的这个估计呢 跟母体的平均μ 也就是母体真正的重量那个μ 差距在0.05内 而且信赖水准要80百分比 那就代表我的s bar减μ的绝对值 小于等于0.05的几率要等于0.8 对这个几率函数你去做一些代数的一些运算 去把它做一下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绝对值s bar减μ除以2.5 再除根号n 小于等于这个0.05除以2.5除根号n 这样一个式子的几率是0.8 好经过转换可以得到标准常态随机变数z 小于等于根号n 再乘以0.05除以2.5的几率是0.8 OK 那由于它是一个标准常态的一个几率问题 我们一样可以去查表 查几率 到底怎么样的值会几率会得到0.8 查出来的结果是1.28 所以这个根号n乘上0.05除以2.5等于1.28 我们就可以转换 可以得到n等于4096 这代表说要满足这些条件 这个生态学家去抽出这个品种的鱼 一定要抽4096条来去算他们的平均数 去做估计 才能够准确到他所要求的这个水准 好 那另外如果你把平均数位置 像假设从母体的常态分配 去随机抽一组样本 大小为n的样本 如果你的母体平均数是位置 而且变异数sigma平方也位置的话 我们该怎么样去求得μ的这个信赖区间呢 那我们可以利用t分配 我们在前面的讲次有讲到过 如果你的母体的变异数位置 我们就可以 而且又是小样本 那你的样本平均数减μ 去除以s除根号n 会是一个t分配 自由度是n减1 于是我们可以利用t分配的几率表 可以去查出这个t二分之α 自由度n减1的值 有了这个值之后 我们就可以带入这样原来的这个几率的式子 经过做一些转换 我们就可以得到 其实我们的μ 介于这个s bar去加减这个 查表这个t的值 就是t二分之α 瓜乎n减1 再乘上样本标准差 再除以根号n的整个几率的值 会是1减α 也因为这样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μ的信赖区间的公式 其实就是这个s bar减掉t二分之α 乘瓜乎n减1 乘s除根号n 这是它的下限 而上限则是s bar加t二分之α 瓜乎n减1乘上s除根号n 这就是μ的100乘上1减α百分比的信赖区间的公式 好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知道 当我们的样本平均数s bar与样本边均数s平方的观察 一旦得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带入我们刚刚的那个公式里面 就可以得到真正的μ的100乘上1减α百分比的信赖区间 而这个信赖区间就是可以把它写成比较简化的 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那这些都是当你的母体是属于常态常态分配 然后小样本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t分配的错样分配特性 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区间 而同样的区间的宽度也是两倍的这个加减的量 也就是说2乘上t二分之α瓜乎n减1再乘上s除更好n 这个就是它的区间的宽度 好 有了这个东西的结果之后 我们接下去来看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谈到有某一种C型的电池它的寿命呈现常态分配 那请我们利用下面的资料来计算这个C型电池平均寿命的90百分比信赖区间 也就是说可能有工程师去做的抽样 抽了这几个电池来测他们的寿命 我们测得的寿命分别是150小时 162小时 178 158 162跟171个小时 那如何利用这些资料来去做一个真正这个厂牌 或这种形态电池的真正平均寿命的信赖区间呢 那我们第一步先要算样本平均数 就是把这六个观察值去把它做个平均 可以得到平均的寿命是163.5小时 好 接下去同样利用这个资料 我们可以去用样本编义数的公式去求算出样本编义数是96.7 所以有了样本平均数跟样本编义数 我们就可以代入我们刚刚所介绍的这个信赖区间的公式 也就是说你把S8带163.5 然后去加减T的0.05自由度是6-1 也就是自由度是5 去查表我们可以得到查表的值是2.015 然后再乘上S除根号N 这个S就是刚刚我们所算出来的样本编义数96.7 就给它开根号 而根号N呢只是根号6 因此我们计算出来可以得到 这个我们估计这个C型电池它的寿命 应该最少会有155.411小时 最高应该是171.589小时 而且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估计的结果 准确度到达有90%比这样的高的一个信赖水准 一个信心水准 那综合这些说明我们最后就来做一个整理 就是根据我们要去估计母体平均数信赖区间 我们划分几种状况 然后不同的状况会有不一样的区间库基的公式 可以供我们去使用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状况就是 叫做大样本 而且母体的编义数4个码平方已知 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之前几个讲师有提到 这个中央极限定理 你只要大样本 其实你的样本平均数都会趋近于常态分配 因此它的信赖区间的推断的一个原理 也是利用常态分配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S bar去加减这个Z二分之α 乘上sigma除根号N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区间估计的公式 这是第一种状况 那第二种情况呢 则是大样本母体变异数 sigma平方是未知的 那母体平均数μ的100 乘上瓜乎1-α百万比的信赖区间 则把刚刚的那个公式的那个sigma 只是把它改成s 因为我们样本应该讲母体变异数 母体标准差未知 我们只好带入样本标准差来做一个取代 所以一样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赖区间的公式 第三种情况则是小样本母体是常态 而且变异数sigma平方已知 可以看得出来这种情况跟前面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是小样本 已经而且母体特别要求是常态 但如果你的母体变异数已知 其实它的公式跟前面的第一种状况是一样 因为样本平均数的抽样分配依然还是常态 因此我们这个信赖区间的公式的一个退估的原理都跟第一种情况一样 那第四种情况则是小样本母体是常态 但是变异数是未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派上这个t分配的部分 也就是说你的样本平均数去加减这个t二分之α乘瓜乎的n-1 然后乘上s除根号n 这是一个针对这种情况下的信赖区间公式 好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一个回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主题 接下去我们要针对另外一个母体的参数来做信赖区间的一个介绍 另外一个母体的重要参数就是母体的比例p 母体的比例p的信赖区间的公式 我们可以由这一个数学式来做表示 也就是说用p hat去加减z二分之α乘上根号的n分之p hat乘上1减掉p hat 用这样的一个估计公式 我们就可以当作是一个母体比例p的100乘上瓜乎1减α百分比的信赖区间 而它的区间宽度一样是由它的加减的那个量去给它乘以两倍 就是它的区间估计的一个宽度 好那如果我们对于想要要求那个宽度在w的范围以内 那请问样本数该去抽多少抽多大的样本 这样的问题一样对于这种母体比例p的我们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就是说刚刚在这个公式里面会用到p hat就是样本比例 可是当我们还没有做抽样的时候如何知道母体如何知道样本比例呢 因此这个地方为了要使用为了要去求样本大小 我们必须先对p做一个粗略的一个估计 你把这个粗略的估计值就把它当作p hat 带入这个公式里面经过一项的转换 我们就可以得到n至少要大于等于这个瓜乎w分之2 乘上z二分之α这个瓜乎平方乘上p hat 再乘上1减p hat 第二种情形则是如果我们依然没有p的粗略估计值 或者是你去拿到这样一个估计的值或者一些历史资料并不容易 也就是说你手边你并没有任何想法对p hat有任何值可以带进去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性值就是其实这个样本比例p hat 永远都介于0到1之间 所以呢p hat乘上1减p hat也一定是永远是小于等于四分之一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p hat乘上1减p hat 去用四分之一把它带进去 我们可以得到下面这样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可以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的n经过转换之后 我们n也可以把它算出来 n可以把它算出来是大于等于这个瓜乎z二分之α乘上w分之1 然后瓜乎的平方 这是另外一种对于样本大小 特别是要估计母体比例 事先有对于区间估计的宽度有要求 这种样本大小的求法有这两种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题目 来说明像这样的一个估计母体比例 我们如何去求样本大小n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讲到某一个大型工会组织 想要估计他的会员到底有多少的比例 会去赞成政府新颁布的某一项劳工政策 而且希望估计出来的这个误差最多最多是1.5个百分比 同时这样的估计也要求要具有95百分比的信赖水准 好 那他的问题有分下面这两个 第一个是如果没有赞成比例的一个事先粗略估计值 请问我要做这样一项调查 我要达到上面的这个要求 我到底该抽多大的样本数呢 这是第一种情况的问题 第二种情况的问题则是 假设我们有先去进行一个比较小型的 或叫做非正式的调查 你调查200个会员 你发现这200个里面有65百分比是赞成这项新政策 然后有了这个新的 有了这个小的估计的一个小的非正式调查 接下去我们要做一个正式的调查 要达到上面的要求 那又该抽多大的样本呢 好 那我们就来看这样的怎么样的 来进行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解决 第一个针对第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直接就用套公式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做一个预先的小规模调查 也就是说Phead的值我们并不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要把这个Phead乘以1减Phead带四分之一 也就是套我们刚刚所介绍的公式 N要大于这样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N要大于4268.44 那就代表我的样本大小大约是4269个样本 这是第一个问题 而第二个问题 由于我们有先做一个小规模的调查 调查了200个人去问他们的意见 发现有65个百分比是赞成这项政策 所以我们的Phead就有一个值可以让我们带进去 就是0.65 所以你把0.65带入那个求样本大小的公式里面 你可以发现N是大于等于大约是3884.28 那这也代表我们的样本大小大约是3885个样本 也就是说你必须凑出这样一个结果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个母体重要参数的估计 叫做母体变异数的估计 母体变异数的估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母体参数 我们常会想要去估计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母体参数 而这个母体变异数的估计方法 我们会用到卡方分配 我们来看下面的解说 假设我们令从一组常态的一个分配 一样去做抽样 抽了一组样本 样本大小是N 那我们可以去算它的样本变异数S平方 那这个样本变异数 我们前面所讲过的抽样分配告诉我们 用N减1去减掉这个S平方除以Sigma平方 会是一个卡方分配 自由度N减1 好 那利用卡方分配的特性 我们有下面这样一个写法 告诉我们它的几率的一个情形 就是N减1乘S平方除以Sigma平方 介于这两个卡方的值之间的几率 会是E减α 左手边那个是左尾的临界值 叫做卡方 下标是1-2α自由度N减1 右边那个则是卡方 下标2α自由度N减1 经过一些仪项 我们可以发现 原来我们的真正要估计这个模体 变异数Sigma平方 介于这两个量之间的几率是1-α 所以这两个量 其实就形成我们Sigma平方的信赖区间 估计的一个公式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S平方的观察值 是那个小S平方 这模体的变异数的Sigma平方的 100乘上1-α百分比的信赖区间 我们可以套入下面的这样一个估计公式里面 去做计算 然后就可以得到该有的一些值 那如果人家不是要你估计模体的变异数 而是标准差呢 那你就把刚刚的那个信赖 对于变异数的信赖区间的估计公式呢 去把它做开根号 所以开完根号就会形成是Sigma的一个 信赖区间的估计 最后我们再看这样一个例题 来作为模体变异数区间估计的一个解说的例子 这个例子是告诉我们 假设所有的药物的疗效的变异性 应该是要很小 否则它将具有伤害 而且这样的一个药物会视同无效的话 现在有一家药厂想要去解析新的一批药品 它的疗效的变异性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那么这个药厂人员就随机抽了 20个小瓶装的药物去进行试验 好 进行试验完之后 得到这个试验结果的这个变异数是0.0018 然后请你去求出药物的99百分比信赖区间的变异数的估计 好 利用带入公式 我们可以得到先去查表 查出这两个卡方的指 分别是得到38.582到6.844 于是套入这样一个信赖区间的公式里面 我们最后可以得到指是下限是0.000886到上限0.005 这就是一个信赖区间 sigma平方的信赖区间的估计 而如果是标准差呢 只是把它开根号 我们是介于0.03到0.071之间 这就是一个信赖区间的一个估计公式 好 那今天我们谈了三个母体重要的信赖区间的估计公式 下一个讲次我们将要进入到假设与检定的内容 一样跟我们是属于统计推论的范围 那下次我们再来谈下一个主题 请不吝点赞区间的主题 请不吝点赞区间的钱 这就是一个主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